考上大学那一年的暑假 为了庆祝这个成年礼的仪式 几个同学约了一起去露营 有人考上了驾照就借了父母的车来负责运送 有人专管去偷台北市区建筑工地的棚布 有人谈了恋爱带着男友来当苦力 那是黑色摇滚年代 首题音响震天嘎响 我们只听两张专辑 罗大友的知乎哲夜和苏瑞的搭错车 这些歌像是打翻了青春的酱油瓶子 倒出来黑色的音乐议题 辉豪成的摇滚末宝 我一直不敢说我多么懂摇滚乐 除了电乐器的嚣张跋扈之外 叛逆的呐喊的声雷呼之乍道 这些歌让年轻的音乐硬骨头 直接入魂 台北是我的家 台北不是我的家 一样的月光 至今仍照耀着心电锡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